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永存寺 陈关庄乡 这边的话是淮海战役陈关庄纪念馆 这边的话是它的停车场 现在的话没有啥人 它这里停车是不收费的 现在过去看一下 像这种红色的景点一般的话是不收费的 这是纪念馆的正门 现在进去 现在的话已经进来了 赏马 然后就可以进来了 然后看一下行程吧 进入大门以后这边是文宝围 淮海战役陈关庄烈森林园 右边也有一个 这边的话是一个景区的导览图 陈关庄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为奸杜玉明的中心现场 当时在这里共歼灭了国民党军杜玉明一个前级缴总指挥部 三个兵团 十个军部 二十六个师 共计二十六万余人 并且深复国民党军徐州角主副总司令杜玉明 击毙了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作为最后一个阶段胜利结束 同时宣告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前面就是烈士纪念碑 碑体正面镶嵌着周恩来总理 亲笔提示的淮海英雄勇锤千古八个溜进大志 这个纪念碑是1975年建成的 碑高有二十四年六 碑顶相有五星和良知相交的步枪图案 组合而成的碑灰 纪念碑底部有贴近的十颗碑纹 过了纪念碑以后 这边就是纪念馆前面的五个雕像 这五个雕像 它们都是淮海战役的五个前尾 从左到右一次是 树域 邓小平 刘伯承 陈怡 谭正林 同乡的底座下面有四个字 走向胜利 现在的话就进纪念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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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刷过楼梯 这是入口 进来以后这边是一个同志的背景墙 一名战士手举钢枪 真必高顾 一位农民手推凉顺 奋勇相接 冰年是胜利之本 正面展示巾 人也展示巾 快海战役 经过默役 快海战役的前尾 就是刚才新建管门口的雕像 这边应该是蜡像 这边是解放军的指挥馆 对面的话是国民党的指挥馆 继续往前走 这是大决战前夜展踢 解放军的指挥馆 这边也是解放军的指挥馆 邓小平 陆国城 陈宇 这边的话是国民党的指挥馆 国民党决定放弃虚度 这个壁画挺大的 这应该是个油画 解放军战士 这应该也是蜡像 这也是解放军战士 这是茅草屋 这边的一边就是 怎么能进到骨里啊 哇 特别看一眼 这边看一下 这边的颜色 这边的颜色 有点麻烦 这边的颜色 这边的颜色 这个颜色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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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解放军战士 这边是解放军 在和国民党军拼杀 这边是国民党军的坦克 这边的话是解放军战士 这边有一艇机枪 这是反坦克炮筒 这是通向 这也是解放军战士 在做饭的 这是公室 这应该是公室的一个望远镜 看一下 镜头在上面 这是国民党军的战壕 南集团所在 这边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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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投降的国民党军 刚才那层撞完了 这边又上了一层 这边的话是第七部分 坏汉在意 生命迎接全国解放 过去的机枪 清机枪 60号 60号 这边是 在新机枪 这边是 进行的 这边是 这里面的话还是挺大的 应该是能参观的房子一共有两层 通向 变化又来到一个专层 第九部分 缅怀 缅怀永远的记忆 在整个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共牺牲了三万多名战士 在陈冠庄战斗中就牺牲了七千多位有名有姓的战士 这里展示了陈冠庄牺牲的部分烈士英雄事迹 这边的话应该就转完了 现在下楼 纪念馆后边的话是烈士公里 到这里这个景点也就转完了 然后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